大家好,我是脊骨神經科醫生,優學營醫生 今天和大家說一下,讀脊衣是怎樣的課程 其實脊衣在香港暫時未有這樣的課程 所以我們一般大部分的脊衣都是由美國、澳洲、歐洲地方畢業 一般來說,我自己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先要完成一個學士學位之後 進入骨神經科學院 骨神經科的課程大概是三年半到四年左右 一般來說,大家都會用少於四年的時間去完成 課程內容當中包括很多基本的科學原理 例如西方的解剖學、病理學、物理學等等的課程 之後就會去到臨床的階段 我們都會有很多臨床去幫助病人的經歷 很多實習的經歷 也都學了很多不同的手法矯正 或者用儀器幫助病人改善脊骨情況的一些方法 到最後就是一段半年至一年的實習期 幫助我們熟悉如何做病人的管理 和和病人做一些教育和溝通交流的狀況 之後畢業回到香港就可以註冊成為註冊的骨神經科醫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